光复乡泰巴朗部落为了保存并传承部落古老的传统歌谣 在乡公所的支持下特别进行填调访查 逐一记录并且开班授课 研习课程结束后 今天上午部落也举办了一场生活歌谣的成果发表会 乡长林清水特别到场鼓励并表示 无论是部落祭祀歌谣文化 乡公所也将全力协助传承推广 经过一连串的研习课程 泰巴朗部落从国高中生大学到才刚当兵退伍的青年 现场传唱展现学习成果 光复乡泰巴朗部落在乡公所支持下 由部落协会以及阿法隆乐舞团共同开办传统歌谣演习训练 部落阶层齐老特别进行歌谣天调访查 逐一记录之外 更亲自传授给部落青年学子 传承部落古老的传统歌谣 今天的成果发表会 部落齐老长辈仔细聆听 验收青年学子们学习成果 感到欣慰更高分肯定 我觉得今天小朋友的表现真的是很棒 很欣慰 泰巴朗之歌从他的父亲那边 创作之后一直到现在传承到他那边 他很欣慰有小朋友可以传承下去 所以他在歌谣的每一个字的咬字方面 虽然说听不懂母语 可是他们可以一个字一个字的咬 表现得很清楚 那也可以表达出这个泰巴朗之歌的意境 棒 对对对 从千百年前祖先流传下来的歌谣文化 除了祭祀歌谣 阿巴隆乐舞团团长 现任相代表吴一珍指出 事实上泰巴朗阿美族还有显为人知的生活歌谣 因此这一次就特别以生活歌谣 为这一次演习训练的主题 并且传给部落下一代 那么今天在这个成果发表日会 到刚刚最后的一个曲目是 泰巴朗之歌总共唱了20首的生活歌谣 19首的生活歌谣 加这首泰巴朗之歌总共是20首 那么小孩子真的是学来不易 广佛乡公所推广部落传统记忆 生活歌谣文化不遗余力 这一次全权交由部落自行推办歌谣演习 能够有如此优异的成果 乡长领清水也高度肯定 来传承这些文化的传承 因为文化是不肯取代性的 每个族群都拿特有的歌谣跟文化 所以我们要把各部落文化 把它发展广大起来 再整个集合起来 观物相就多采多姿了 谢谢我们地方的支持 也谢谢我们年轻的朋友 耗时耗力的来做传承工作 自己的传统文化自己保存传承 塔巴朗部落借着公部门的力量 重新找回部落传统生活歌谣 更借着传授与学习 将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 乡长领清水也进一步指出 若疫情趋缓 今年封年季之前 仍会结合部落举行 以离姓祭祀歌谣演习 同时也将扩大举办原住民日 支持传承部落的文化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